講到球檔啊 你知道現在最紅的原田檔那個棋盤檔你知道嗎 誰先用的你知道嗎 誰先用的我們知道 不是原田 本集是由Crazy Hammer 最潮流的棒球棒瘋狂錘子贊助播出 野球TV 我是湯哥 哈囉馬哥 今天又要賣手套 不賣了這個拿我幫我賣 今天要聊你最熟悉的內野手 內野手 內野手你就可以跟我聊了吧 可以啊 應該不會被我氣走了 蛤 不要了 應該是不會 好來 你先講一下你對於內野手手套的認知跟習慣好了 認知跟習慣喔我的認知就是 你內野手啊 首先第一個要找到適合大小的手套 就是有的人喜歡用大的 有的人喜歡用小的 依我個人 我堂哥個人就是我習慣用11.5的手套 那11.75我反而覺得它有點過長 對但是有的人覺得 對有的人覺得11.75 手遊擊或內野或三壘其實很好撈球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看個人啊 對因為我就是拿11.5拿習慣 所以我就拿11.75我反而會不好操作 一些接球的動作 對 好換我說 內野手啊一開始的設定是二三遊 雖然都是內野手 但是它有些場上它會細分二遊的手套 跟三連手套 二遊手套就會做這種比較短的 比較淺的 沒錯 因為他們一開始的設定是 它不是拿來接球的 它是拿來擋球的 就是接到那顆它已經拿好球了 它需要短時間內的處理球 沒錯 沒錯齁 然後三壘的話它會設定的比較長一點 比較大一點 這樣子的話它在接球 因為三壘的球通常比二遊來的強很多 不是特強就是特弱 而且右打者多 對 所以他們強拉的球也多 對 會有很多動作是你要側身下身去接球 車步邊 對所以你需要長一點手套去撈 對去接 所以三壘手都會設定就是這種 稍微大一點的手套 像松田軒號的手套就蠻大的 松田軒號 對 它的手套就蠻大的 但是也是看個人 也是會有人拿這種大的去守二遊 也是會有人拿這種小的去守三壘 沒錯 因為美金龍手套的設定 版本有人的手套 它就屬於比較大的 對那當然就是看人 對因為我習慣用11半的手套 我用版本的手套我就用不習慣了 就偏大 對我覺得就是過大 大概11半大一點 1175左右 對 可是我以視覺上來看 我覺得它有到12 對它就很大一個 沒有我個人用不習慣 好像大手套的話就是會有這種 網子的 一般都用在外野 會有人把它做在內野 或是這種十字最常見 三壘手是十字最常見的 然後一般二遊的話就是這種 工智 經典的工智 然後可能會有這邊會有一些變化 會有一些花樣 那其實它都是工智的系列 就是或者是這邊單片的 這邊整個密封起來的 對它都是整個是二遊的設定 就是這樣比較輕巧的手套 然後還有一種是比較少見的 就是這種也是網子的 它是另外一種網子的 它跟這個網子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這個可以拿來當投手 對 看個人的習慣 所以我們上一集有提到 有人會拿內的來丟 就是可能會拿這一種的 對因為這個通常就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你球在轉 那可是這種 這種的手套你在轉的時候 其實是看得到的 而且很清楚 對 這種也很清楚 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就介紹一下 這個育哲 當時在十幾年前吧 它是育哲第一個和牛的手套 第一個 對第一個和牛的手套 所以它作為特飾版 那特飾版就是 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育哲 它是小眾品牌 它出了和牛 蠻少見的 對我就訂做 那我應該是 在遺囑裡面應該是第一個 做和牛的內野手手套 而且是育哲 台灣應該都很少見 對因為育哲真的 台灣不多人用 現在還是很少 對現在還是很少 那當時 大概十幾年前我就做 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內野手手套 就開始輕量化了 對那輕量化 我覺得有好有壞 那好處當然就是 我們內野手在翻手套 或在左右移動的時候 其實它是比較輕巧 靈活 對比較輕巧比較靈活 那對我來說的壞處 好壞處就是 這個手套當時到台灣的時候 我用了兩個月它就爆檔 它在哪裡爆檔 它在這個地方爆檔 有環節的地方 有環節的地方 它兩個月就爆檔 對那爆檔那時候 我就覺得 這是我這輩子用過的手套 第一個爆檔的手套 對它突然就爆開 那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它很薄 對它在育哲的設定上面 它這個環其實很薄 所以那時候請好朋友 然後到日本 重新找一個 一模一樣的球檔 其實也不是找 它就是直接找九寶田 訂做一個一模一樣的 然後做回來給我用這樣 因為這個手套那時候 才用兩個月 所以這是第二個檔 對這已經是第二個檔 可是這個檔 這個是九寶田的檔 它就用了 就那個時候做 就一直跟到線上 所以第二個檔用的 比第一個檔還要久 對第一個檔只有兩個月 對它就爆檔 因為剛剛說的嘛 那個時候開始流行薄 手套什麼都很薄 那時候每個人都很輕 對很輕 所以就導致說 它真的就爆開了 就我比較驚訝 可是當然這個手套 你看我也是用了 這邊都已經破掉了 對 原因就是因為 我沒有常常買手套 然後我一個手套 我就用很久 所以就變成說 像這個手套 ZEDO這個手套 它是原田的檔 原田的刀膜 那檔我用那個 三田摺人的關節檔 對 那這個手套 你們這樣看 它已經很舊了 對不對 使用上已經 有點慘了 對其實 它才用一年多而已 因為你都一直用這個 對因為我都一直用它 我沒有其他的手套 我就是一直用 這個跟版本一樣 版本用人廠商 不管做多少薪酬要給它用 它就是用那一個 它只用那一個 對很奇怪 而且它那個要放冰箱 有我有聽說 我覺得手套 多買一點是好事 對除了促進經濟以外 再來就是 其實你可以長替換 長替換 它的耗損就不會那麼快 它的壽命會延 它有時間可以休息 因為它畢竟是 天然的材質 它是皮革 它需要休息 對那像我就是放防潮箱 對就是 我比較會去顧這個東西 因為我 就東西少嘛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 我就放到防潮箱去 也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寶藍色 它剛做的時候很漂亮 可是它會退色喔 這個寶藍 對 你們不要以為說 那個藍色很漂亮 其實這種染色的 它都會退 而且退得蠻快 寶藍最容易退 還有紅色 你看一年多就是 就是這樣子 我是選杖青藍跟寶藍 然後下去做配色 對其實它已經退很快了 對因為我一直使用它 講到球檔啊 你知道現在最紅的原田檔 那個棋盤檔 你知道嗎 誰先用的你知道嗎 誰先用的 我就知道 不是原田 是吉特 吉特是 對羅林斯的 它才是棋盤檔的游擊手第一位 只是現在因為原田的關係 所以大家 每個內手都用原田檔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講就是 你適合什麼樣的球型 什麼樣的球檔 你自己要先去了解 不是說 這個人手背很厲害 我就會用他的 不是這樣子的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子 所以 現在在業餘 在我們遺囑 其實很多人就是 人人有原田 嗯 真的是人人有原田 每個人都有一卡 這就是金工的 對 這金工的 金工跟松田 那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再跟大家介紹說 什麼品牌的 誰 他的刀模式 開的 窄的 深的 淺的 這個有機會我再跟大家介紹 現在時間不太夠了 時間不夠了 時間不夠了 所以勒 不講了是不是 你先不要發脾氣 你先不要 好漢留步 好好講嘛對不對 只是說有機會跟大家介紹 因為這東西 愛迪達這個要不要介紹一下 它就是 實質啊 講到這個 一般的實質就是可能就是這種皮 平面這樣子 它有做一點 些微的設計 有啦 其實它有變化啦 對阿 其實就是 不管是工字還是實質 還是網字 它都是做一點 視覺上的設計 它對於使用上 是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所以就是設計 現在的廠商就是 會設計很多新的東西 給大家用 那大家看到喜歡的就可以買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手套就是 它除了輕量化的話 它的帶皮也越來越薄了 對你看十年前的預責 你看它的帶皮就很薄 它的帶皮 你看 當時十年前 它就已經這麼薄 因為你這個是標榜輕量化 對沒錯 所以輕跟耐用不能花上等號 你們要什麼樣的手套 就是怎麼樣去選擇 像一微的就很厚 這個我知道 我當時也有一顆 它的皮很厚 它是扎實 真的很扎實 對它就是扎實 但是我覺得手套合不合手很重要 你有朋友有購買 是你想要買的那個手套 其實你就去拿來戴戴看 如果你跟它夠熟的話 用用看 對我覺得不要說 一個手套現在這麼貴 將近也快兩萬塊 不能說買就買 對你 除非你如果你想要這樣也可以 對不然你有錢 你也買一個送我 你怎麼不買一個送我 不能這樣 不是啊不是啊 你要買手套 我覺得多去試啊 就跟球棒一樣 你去體育用裡面 你會試揮球棒 那手套我覺得 你可以先用朋友的 試試看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用的刀膜 其實不一定適合你 沒錯 我只能這樣講 對那不要說 買回來了 然後又要到某些平台去販賣 那我覺得這樣蠻累的 就是其實大家 很常在這種平台看到就是 很新的手套 然後他要拿出來賣 那私訊問他的時候 他就會說 啊就用賣哈 不合啦 對啊不合你幹嘛買 他不合然後他又見價賣 他又 對啊 就見價就虧了好幾千塊了啦 對這一定是虧了啦 所以一開始想清楚比較重要 對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可以講就是 繡製 喔繡製 我覺得繡製 每個廠商 繡製的 漂不漂亮都不一樣 那以我目前來看就是 我最近有做一個美金龍的手套 然後這個是之前ZEDO做的手套 那我還是要老實講就是 美金龍的繡製 比較沒有讓我那麼喜歡 他們的機台比較老 對我覺得繡製的字型 比較 我比較賣哈 對我反而覺得 ZEDO他沒有美金龍那麼貴 可是我反而覺得他的CP值很高 而且現在在特價 而且他繡製蠻漂亮 是真的電繡起來真的蠻漂亮 對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特價 他現在在特價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查一下 或是私訊ZEDO的粉絲團 這個沒有業配 沒有業配啦 但是ZEDO可以來 我覺得就是現在很多日本的大廠牌的網站 他們都有那個模擬系 科技很發達 對你去配去試 但是我覺得在下手手套的時候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搞清楚他的日文 對你只要一個設定不對 你可能手套就錯了 對我覺得他有很多小細節 左頭用跟左手用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左頭用 對沒有錯 這是左手用 這是左頭用 這是左頭用 這很重要 因為模擬器現在很方便 有的手機他就可以用模擬器再玩手套 很多品牌都有做 科技很發達 我覺得手套就是 你自己去多玩 然後多試 然後配出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對我覺得OK啦 那一看很重要 對那一看很重要 當然有的人也喜歡花俏 也有可能就看個人 這個沒有一定 沒有對錯 那一手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再多跟隊友play看看 或者你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我們也會跟你們聊一下 知道什麼 然後粉絲團那邊也可以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多留言我們會多跟你們互動 沒錯 看你們想要看什麼 像想知道什麼裝備 都可以跟我們講 看是手套或是護具也可以 球棒也可以 球棒是堂哥的專業 然後如果說對於我們今天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想要糾正的 或是補充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下次就是講 下次講外野 從一開始的一壘手 補手、投手、內野 到後來的外野 內野我會找你來 外野都不需要你了 所以咧 我要找蕭蕭教練來 因為他是外野手 你可以離開了